跟大家看看這宗新聞 香港01 標題是國泰香港飛倫敦的航班 有小紅書女生聲稱因為耳背問題 遭到香港夫婦罵大陸妹 大概也猜到內容是說什麼 即是喊校後面那個又在踢 讀一下內文 近日小紅書帳戶金月琳發帖爆料 就說自己乘坐國泰航空航班時 因為調整座椅而遭到後排一對 說廣東話的夫婦不斷辱馬 理由是妨礙她看電視 更甚的事,除了動口 兩夫婦頻繁故意撞擊椅子 還出腳踢向事主的手臂 並用大陸妹去稱呼事主 這樣就不太適合 事主多次叫空姐來協助 但空姐解決不了問題 反而一度叫她調整椅背 妥協,令她相當不滿 後來,兩夫婦持續惡劣行為引起其他同機乘客的不滿 有人說,真的不要欺負人小孩 太給我們香港人丟臉了 最終在群情洶湧下,空姐用換座位方式解決 不過事主仍然感到不滿 她說,如果沒有人幫我說話 讓我繼續引讓媽媽 並質疑國泰這麼大間航空公司 卻不知怎樣處理借用的糾紛 歧視大陸行為應該得到懲罰 這件事我又不覺得國泰有歧視 其實那班機,我看那些內民都敷了 不是那麼容易掉到位 那你叫空姐怎樣 還有一段,國泰航空回應香港01查詢時表示 攝氏航班是9月17日起飛的CX253航班 他們以諮審有關顧客的不愉快體驗 並且深不敢抱歉 國泰航空已經與該乘客取得聯繫並跟進事件 同時也有關事件展開內部調查 會盡快作進一步溝通 同時已成功了 我們才發現,兩大人也許多人送走 請坐在關月呢 問我說讓我把椅子收起來 因為反而到她老公看電視 晚住了她之後 她開始把她的腳伸到我前面的拔手 那裡踢我的手臂 那是瘋狂地罵我 然後後面她發現我的月兒並不是很留意 之後她開始說我是大陸妹的 就是非常帶有奇異的意義 我就一次叫了空姐 結果那個空姐就要向我調整座位 我說鎮革因為根本不是動作的時間 然後她讓我火血 然后我就拒绝了 不好意思我跟他说了 我还跟他讲 你这个不是太多吧 你这个里面都不太大 不是太多人 在那我们怎么办呢 可以跟他说 因为我们今天全满 找不到一个地方给你写 我已经跟他们说了 不好意思 这个就多吗 周围的乘客已经注意到他们的行为了 大陆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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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我在录像之后 还甚至直接把手放在我的扣椅上 狂狂摇摆 我们一起去 多人收拾好不好 你做了好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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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对啊 你这样打我 你欺负你一个小女的干嘛呢 你还没吸过大陆 你还敢不敢 你大的人呢 其实是个人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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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干嘛 你那么大岁势 你欺负你一个小女的干嘛 我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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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哭了几场了 都忍气登真 你忍气 快动 你别跑了 我干嘛 你敢不敢 我干嘛 你还把我干嘛 你不用干嘛 你还把我干嘛 不好意思啊 等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不然又可以换座位了 感觉非常的离谱 如果沒有人幫我說話,讓我繼續忍讓,國泰作為這麼大的 航空公司這種糾紛鬥不知道怎麼處理嗎? 氣勢大陸,這種行為不應該得到懲罰嗎? 這些事在飛機上應該經常發生 我自己也算是飛得多的 在我身上就很少發生的 因為我多數都是飛東南亞、韓國經常飛 或者是飛日本、泰國 都是四小時左右 如果我坐經濟客位,我很少坐下去 因為我都明白,其實位置已經這麼窄 你坐了,別人後面的位置會很不舒服 但當我坐經濟客位,前面的位置 我都沒有辦法,都要硬吃 比你坐經濟艙 偶爾飛的時候,用多些積分換張B 坐商務就不用煩惱 但這宗新聞內的夫婦一定是不對的 真的很沒品 又粗口手勢,又說人家大陸妹 又在按摩人家的椅子 如果我坐在附近,我都會看不過眼 我可能也會出聲,罵他們 剛才我說了,你坐這些經濟客位 別人是可以有權靠下來的 而且不是用餐時間 你是硬吃的,真的要硬吃的 而且你這些長途機 你不可能十多個小時都不靠 都很累,很多人都想休息一下睡覺 都很難避免不靠 不是說你在看電視就大了 別人是有權的 前面的可以這樣靠,你也可以靠到後面的 那對夫婦的行為真的很不可以 而這家事主亦都在影片中 投訴航空公司,投訴空姐 就覺得,沒有搞錯,服務是這樣的,處理不了 我真的想問問事主 其實有什麼最佳的處理方法呢? 是否調你上去坐商務,最佳呢? 我不是說他不對 那真的整班機是滿滿的 剛才那位空姐姐姐也有說 那別人可以怎樣處理呢? 我不是專業的空中服務員 我覺得這些事最好當然是雙方可以調解和解 就是安撫一下他先,會不會後面那個不要再踢 你也明白別人很累,想靠一下 然後又跟前面那個說,或者你會不會不要靠得這麼低 整個中間位置靠一點點,這樣可以嗎? 這樣就這樣調解,不是怎樣? 沒有位置換給你,整班機都敷了 你又為難別人空姐也沒辦法 這些長途航班,多數都是大機 有機器,777,或者A350那些都多 機裡三百多人就坐底了 你想想一組的空姐要照顧三百多人服務 又要派餐,又要收餐,又要斟茶,又要頭暈 其實那些空姐也很慘,所以也要體諒一下 大家坐飛機的時候,如果遇上前面那位乘客 當然它是有權地坐飛機,在非用餐的時間是可以的 感覺上也會不舒服的,空間已經很小了 還要再侵佔你更多的空間 感覺是不好的 縱使前面的坐飛機,令你坐得不舒服也好 你也不可以像這對夫婦一樣,出口傷人 還要涉嫌歧視別人,說別人是大陸人 真的非常不適合 但我覺得是硬吃的 正如我剛才所說的,你坐經濟客位 這些就真的硬吃了 我自己就幾所不欲,密施於人 多數不會坐長途機,坐四五個小時就不適合了 我也知道會令後面的人很不舒服 除非我真的很累不靠不靠,或坐長途機也要坐經濟客位 這樣也要騙一會 這件事大家怎麼看呢? 有沒有試過在乘飛機時有些很有趣的經歷 可能見到別人吵架,見到別人脫褲、脫鞋等奇怪的東西 也可以留言和我分享一下 再找一下有什麼新聞和大家分享一下 下條片見,拜拜!